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消息 说也是外国专家研究表明 人类 听好 是真的 不是我编的 是真的 人类是猩猩和猪撒娇出来的物种 是真的 是专家真的这样说的 而且他还举了很多例证 首先 人类体毛稀少 像猪一样 人类鼻子是往外拱出来的 其他的基本所有哺乳的动物 鼻子都是跟脸合在一起的 我们想一下猫啊 狗啊 它鼻子就小小的一块 只有人的鼻子是这么大的 和猪一样 甚至说人类心脏有一个什么 心脏半膜是可以直接移植猪的 所以说人类是猪的后代 我觉得他做了这么多研究 拿了这么多证据 根本就没有找到精髓 是吧 精髓是什么 人类好吃懒做 和猪是一模一样的 对吧 如果有谁不信的话 我就介绍我的朋友王建国 给他运行 前阵子 瑞老师有一天出门 瑞老师是个 大家都知道是个什么样的老师 为什么他是个这样的老师呢 因为他是处女做的 处女做的人非常可怕的 那天他下楼发现自己车 汽车的车门上 被人刻了三个字 王八日一 他看了半天 王八日一 他是要说王八蛋是吧 气坏了 暴跳如雷 在院子里面就喊 谁敢的 谁敢的 给我出来 啊 生气 然后呢 有人看到就劝他 瑞老师啊 不要那么生气了 你就赶快车子开到四家店去 从前补个气 没几个钱的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我是教语文的 我是处女做 他写了个错字 有好多生活中的事是理解不了的 我们也不知道是故意犯的错还是真的 比如说 有多少人看过演唱会 比如说我看一下 有多少人看过演唱会 演唱会的时候通常呢 歌星都会说这样一句话 下面这首歌送给大家 送给大家 那你还找我们要门票 那叫什么送给大家 是不是 说图口秀的或者写段子的 真的是聊不归路 你知道吧 就是基本上干了这行之后 笑点就被提高得非常高 而且很怪异 关键我们这样就算了 很多我们的观众 就是你们啊 长期收看今晚80的脱口秀的话 也会展现一个奇怪的毛病 就是找笑点 比如说我们有个特别忠实的观众 他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 公司开总结大会 说明年应该怎么干 老板在这个主讲台上面 眉飞色舞 吐沫飞剑 啪啪啪说 明年我们要实现多少多少 意义的这个销售额 然后我们要几步走 啪啪啪 说的都是那些 完全不可能实现的那些任务 把它介绍完了以后 这些别的人就一点反应没有 老板很尴尬 你们什么意思 你们给点反应吗 对不对 你们不觉得我说完这些 你们应该有点反应吗 那个我们节目的忠实观众 就做出了人生最错误的一个反应 所以那个我生病了 然后就去医院挂水 然后急诊 晚上去瑞金医院打点滴 然后在那打点滴呢 大夫把我认出来了 然后就跟我聊天 还安慰我 说自贱啊 我跟你讲啊 这个这个不要紧的 不要往心里去 生病嘛 很正常 对不对 谁不生病 谁不打个点滴了 对吧 我跟你讲啊 事情是这样的 上帝呢 帮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 一定会帮你打开一扇窗 上帝帮你 关上一扇窗的时候呢 就一定会帮你 再打开一扇门 知道吧 你这个感冒 就是这么得上的 关门打窗 开窗打门 在雾霾天的上海 不要开门 也不要开窗 不过其实我们刚才讲门啊 就是上帝打开一扇门 关上一扇窗 这个预言我们从 很早就听过 是吧 其实我们生活中也是这样 从我们走出校门开始 就步入了社会 社会里就有各式各样的门 这些门进去或者出来 到底好不好 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帮助 不知道 只有自己亲身经历了 才会知道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 我们就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生活中的那些 有形的和无形的门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欢迎回来 见我们80后脱脱秀 本节目是游戏多多 一定知道的 独家冠名散注播出的 谢谢大家 谢谢 其实我们80后这代人 说到门 我们这辈子最想要的门 是什么门 对了 就是机器猫的那个任意门 是吧 而且80后这代人 是充满了创意和遐想的一代人 那天我去人民广场 看到有个家伙 就在人民广场支个摊子 租售任意门 二十玩一次 他说我觉得 相信可能也不是真的吧 但是就同心未免 还是想去玩一下 而且那天上海雾霾特别重 我说万一它要是真的呢 我就拉开到别的地方躲一躲 是吧 我就过去 就说老板我玩一下 好呀 你跟我来 打开门 然后把我带过来 雾霾中还是什么都看不见吧 我说咱们到哪了 这是南京 走回去 这是杭州 走回去 这是苏州 走回去 这是北京 走回去 回到了上海 谢谢你一百块 不过 说到任意门 真的是每个人 愿望里都有的一个东西 是吧 像我跟我的小伙伴们 我们都是非常憧憬任意门的 我们经常在一起就商量 如果以后有了任意门之后 我们会拿它来干什么 建国就说呢 有任意门 老好了 我再也不怕村运了 只要我家里有个任意门 是不是 我就可以在卖火热票那天 我就直接拉开门 我就买票去了 我就不用排队了 好像智力是出了点问题的 是吧 然后淡淡就看了 你傻呀 有任意门还买票啊 你直接回家不好吗 你标啊 真的是任意门有了还花钱 我刚才任意门是用来赚钱的 我要有任意门 我就在双十一的时候吧 我开个快递公司 就我一个人 我就给大伙送快递呗 多快 我能赚多少钱你说 一个快递我六块 你想去吧 我比顺风到的还快呢 我就觉得特别无聊是吧 不是你都有任意门了 你还送快递 脑子啊 真的是科学家了是吧 发明蒸汽机去了 就瓦克了嘛 就你有任意门 你要是我对吧 任意门给什么人用 一定是高端大气上党寺的人 才能用啊 比如说各省贪官 对吧 那家里都剩好几千万上亿 对吧 你过去说 我用任意门 在公安或者纪委抓你的时候 瞬间把你送到南美洲去 五百万肯定付的 对吧 你这多重钱对吧 先把他五百万收了送过去 然后再免费把公安送过去 对吧 也算国家的散府做点贡献 要不然真的坐飞机跑 就不晓得跑哪去 对吧 当然这个时候赖宝 一脸鄙视地看着我们三个人 你们仨 啥意思啊 印一门 印一门呐 那是每个八零后童年最美好的东西 你们咱 怎么能把他说得这么 一股的铜锈味呢 为啥呢 你们脏不脏 你们脏不脏 印一门就应该是 印一门最本身 最正常 最原始的那个用法吗 用来看镜香洗澡吗 其实前阵的有粉丝在微博上问我 说 世界上你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了 你是不是应该考虑帮我们这些普通人做点实事啊 然后我说当然可以啊 对吧 我力所能及的 我可以帮助到更多人 我当然非常开心了 然后他跟我说 那你能不能帮我们解决一下这个大龄圣女的问题 然后我跟他说 确实这个问题我也 我是解决过的 曾经我就碰到了一个圣女 然后我娶了她 然后他就跟我说 自建是这样 圣女呢 是指年龄很大了 还没有嫁掉的女人叫圣女 你跟你老婆结婚的时候 她年龄并不大 不能叫圣女 我说 为什么不能叫圣女 你是不是傻 我说的跟你说的圣女不是一个圣女 我说的她的武功高强来讲 她是个魔教圣女 现在我们从事各种工作 我们在社会上发现有一个东西叫门槛 就是我们去各个公司应聘 我们要干这个行业都有个门槛 这个门槛对有的人来说很高 有的人来说很低 那天就有个人一直缠着我 就是我们节目组新来的一个实习生 就是追着我 王老师你能咬我一口吗 不明白为什么 我说为啥我要咬你一口呢 他说因为啊 我想说脱口秀 然后呢 我又没有什么条件 所以我希望你能咬我一口呢 你看蜘蛛人啊 就是被这个蜘蛛咬了一口之后呢 他就像蜘蛛一样了 你能不能咬我一口呢 我就能说脱口秀了呢 我当时翻了个白眼就走了 就没理他 谁知道这个人特别顽强 特别有毅力 一个礼拜天天缠着我 每天碰到我 王老师你咬我一口吧 王老师 咬我一口 来了 咬我一口 王老师 咬我一口 王老师 咬我一口 一个礼拜你们能想象吗 天天咬我一口吧 咬我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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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最后我真的咬了他一口 因为我觉得 他这么啰嗦呢 肯定是个唐僧 咬一口 我可能就长生不老了 建国第一次去丈母娘家 然后女朋友就嘱咐了好多 因为第一次登丈母娘的家门 女婿必须表现得很好 有什么陋习啊 也不能表现出来 才会被丈母娘认可 是吧 建国第一次登丈母娘的家门 她女朋友就跟她说 说这样 建国啊 你就是别的都挺好 是吧 你就能不能克制一下食欲 你少吃一点 别把我妈吓着了 好吧 建国 好吧 为了你 啥我都愿意 好吧 去丈母娘家 一坐下 开始吃中饭 中饭 王建国反正很克制了啊 然后反正丈母娘就觉得 小伙子挺能吃 但是建国已经很克制了 就没吃饱吧 就是大概这么一大碗的米饭 吃了四碗 就实在不敢再吃了 女朋友直瞪她 不吃之后 吃完午饭就坐那聊天 把丈母娘沏上茶 大概半个小时吧 饭后半个小时 开始饿了 忍着聊天 都挺好 突然肚子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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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丈母娘 哎呀 怎么了你这是 没有 我手机铃声 手机铃声呗 手机铃声还挺可爱 你们年轻人就是有个性 是吧 咕噜咕噜咕噜 小伙子 夜不挺忙啊 你要不先接电话吧 咱们有事吧 是不是 没有 没什么事 哪能比 跟着聊天 事跟着一比 这都不叫事 没事 咱们聊咱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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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直在想 最后丈母娘实在受不了 拿出两个馒头来 来 小伙子 要不先调成静音模式 前阵子 有一件事情 让我觉得特别的不爽 你知道吧 就有一家美容医院 然后就天天找我去做商业 大概一个礼拜两次 然后我就不明白为什么 我就问他们院长 院长你为什么总找我 我们喜欢你啊 喜欢你 你找我做个代言行不行 那又不累 不行 代言不适合我们 你就给我们天天演就行了 不是 你们一个美容医院 你老让我过去说图 我就干嘛呀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知道 人校多了会长余伟文的嘛 其实大家一直在讨论 尤其在到社会上 去就业的时候 都在讨论哪个行业的门槛低 是吧 有些人说觉得 美容美发行业门槛低 会做操就行了 那有的人说 卖保险门槛低 同学多就行了 是吧 还有人说这个什么 开网店门槛低 会叫亲就行了 但是其实我觉得 脱口秀门槛特别低 你看啊 只要你知书达理 学富武车 才高八等 逻辑思维能力强 语言组织能力强 文学达到大师水平 长得人 又高又帅又招人喜欢 一点都不难是吧 当然如果这些 你都做不到的话 你还有一条别的路可以走 也可以干脱口球主持人 就是臭不要脸的 去抄别人的段子 好 谢谢大家 或者卡儿 中国自古以来就对男人的 这个一生做出了精确的判断 比如说我们说什么 男人叫三时而立 四时不惑 五时知天命 六时耳顺 七时随心所欲 是吧 你想过吗 什么叫三时而立 三十岁了要结婚 买个房子 就得在银行里立一个账户 开始还房贷 四时不惑 就是在四十岁的时候 有点积蓄了 准备买第二套房 不让买 你就困惑了 为什么 什么叫五时知天命呢 到五十岁的时候知道 自己大概还有十年 房贷就能还完了 六时耳顺 就是说六十 六十岁的时候 房贷终于还完了 一切都顺了 特别开心 七时随心所欲 我房贷已经还完十年了 这十年我的日子 过得特别开心 没有压力 挣的钱全花在吃喝玩乐上了 那你能不随心所欲吗 对吧 但是古人只说到了七十岁 今天我们应该 还要往后续一下 如果你的寿命足够长 长到一百岁的话 你要面临的是什么 第二次而立 因为七十年的房产就到期了 那天蛋蛋在火车站 碰见一个乞丐 然后乞丐就很可怜的 过来跟他说 先生能不能可怜可怜 给我二十块钱 让我吃顿饭吧 我好几天没吃饭了 好几天没吃饭了 然后蛋蛋就愣了 什么 什么你就跟我要二十块钱 什么你就跟我要二十块钱呀 往常我过来 你不是只要十块钱吗 你怎么要二十块钱呢 七盖当时就急了 这个过年了 我就不用吃顿好的吗 好几天 好几天啊